BA.5疫情持續上升 指揮中心19號宣布 本土新增28210例 數字看起來比前幾天都少 但是以一週來比 上週總確診數286928例 跟前幾週確診數相比 都是不斷在上升 而過去一週抽檢179例 本土個案基因定居結果 106例是BA.5 占比從50%上升到59.2% 達到高峰 其實有個指標就是北部 特別是雙北 台北還沒達到高峰 另外一個就是從畢業.5的 比例來看國外都七八成 比例還沒完全升高 代表說它還會再繼續增加 北市衛生局宣布 從20號開始 開放預約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並確定在24號開打 首日由5家醫院提供接種服務 由於上午在行政院舉行的 擴大防疫會議當中 傳出零假期會在10月20號 行政院會後公布 開放邊境的實施時間 就在10月25號或31號 市院長在擴大防疫會議裡面 那也得成各部會 做這個相關的整備 還沒有確定的日期出來 至於有專家憂心 全球疫情加上邊境管制鬆綁 台灣勢必迎來一波流感大流行 如果流感跟新冠同時爆發 疫情會雪上加霜 流感的部分根據以往的經驗 元旦到農曆年之間 看起來高峰 目前來看起來是不一樣的時間 但是如果同時染上新冠跟流感 不容忽視 老人 幼兒以及本身呼吸到就已經不健康的人 同時感染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的症狀 可能會比原來的流感以及新冠肺炎還要更加嚴重 醫師警告高峰縣族群萬一同時感染症狀恐怕會更加嚴重 記者城市連網一眾 台北報導